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都是考评的重点之一 好 那么除了认识这个乡村与都市之外呢 我们也要来知道都市化与都市都会区 好 并且要知道都市的问题是什么 大概乡村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了吧 很指标性的就是各种资源的不足 还有人口的这个流逝非常的严重 那么都会区呢 都市化之后形成了都会区都会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么这一次我们也一起来看 一起来探讨 首先我们要来认识的是乡村跟都市 它的差异在哪里 我们必须先认识一下乡村跟都市有什么差异 那就要知道了 它们的类型有什么不同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什么叫聚落 我们先看定义 聚落的定义就是指人们共同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那么聚落的类型呢 可以分为两类 一个是乡村聚落 一个是都市聚落 那么都市聚落呢 大多都是从乡村聚落发展而成的 那当然咯 会随着地理的条件 比较适合发展为都市的 它就是会慢慢的集居人口 拮据人口而发展成都市 首先我们来认识什么是乡村聚落 好 居民的产业活动呢 都是以第一级产业为主的 那么它的人口特色是人口比较少 而且人口的密度比较低 再来我们说一说什么是都市聚落 都市聚落当中的居民 它的产业活动是以第二第三级产业为主的 人口的特色是人口比较多 而且人口的密度比较高 好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都市 它的发展条件是什么 好 首先呢 它具备了丰富的资源 还有便利的交通这些要素 所以它比较容易可以带动第二第三级产业的发展 然后接着发展了这个都会之后呢 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口移入都会 然后移入这个区域 然后形成了都市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 事实上哦 在二三级产业为主的这一些聚落 它比较快速的能够转换成 从乡村转换成都市 好 那当然我们也要讲了 事实上这个交通便利 还有具有工厂提供就业机会 它慢慢的这些二级条件 已经形成三级条件 可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就能够慢慢的吸引人口进入 而发展成一个都会区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 那么乡村跟都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是什么让他们变成有差异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好 首先呢 都市跟乡村是必须要分工合作 相辅相成的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哦 乡村它是一级产业区 所以它必定要提供 基本生活粮食所需 而且呢 它也可能就是要提供人力的来源 还有制造业的原料 当然哦 如果说后来观光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底下 它就变成是都市人口要去进行休闲 以及踏青的场所了 那么都市呢 都市它以步调块 然后知识传递块为主 所以其实都市它是负责传递新知 以及传递文化 提供乡村的居民 医疗 金融服务 以及工商的就业机会 这个是乡村跟都市的关系 好 也就是说乡村 它提供粮食 提供劳力 提供原料 提供休闲 提供观光 给都市都会区的人 都市的人 而都市呢 它提供商品 提供服务 提供就业机会 给来自乡村的人 再来就是我们要认识都市现象 什么是都市现象呢 好 首先我们来从两个面向来谈 第一个是都市化 第二个是都会区 好 就像我们在讲现代主义 我们常讲要现代化 那现代化 什么叫做现代化 我们来看都市就是现代化的一个表征 来我们现在讲一下都市化 都市化的定义就是什么呢 它的人口由乡村向都市来集中的过程 所以都市化是讲一个都市化的过程 所以人口往从乡村往都市来集中的这个过程呢 就是都市化的过程 好 那么都市化的形成呢 都市化它的拉力会吸引乡村人口移入 所以都市地区的经济繁荣工商业的发达就业机会多 拥有比较好的医疗教育娱乐以及文化服务等等的这些产业的机能 那这些过程你只要看到指标性的经济工商业就业机会 还有这个医疗教育娱乐文化服务等等的这些机能哦 越来越充足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都市化的表征 那再来就是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都市它是不是已经是都市化的城市呢 好这是有一个公式公式数学公式的指标哦 当然这个数学公式哦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为什么比起你学的任何高升的什么一元一字方程式都要简单上一千倍 好简单的说这个数学公式就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 它的都市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举一个例子来说 还有万人对不对 好那台湾有总人口数是两千三百万人 所以你就把两百六十六除以两百两千三百万 然后再乘以100%,那你就可以得到它的都市化程度 一般来说呢,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它的都市化程度也比较高 那么台湾的都市化程度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提升的 所以到了民国107年的时候,都市化的程度大概都已经达到了80%了 所以整个国家的都市化程度已经达到了80% 好,这个其实是蛮高的 那么都市跟乡村所占的这个比例的发生 其实都市的曲线往上升的时候呢 那当然这个乡村的曲线就会相对的是往下降的 也就是说都市化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么我们的乡村曲线就会越来越低 好,那么大家也可以去查一查 其实台湾从民国62年到民国106年 这个都市化的程度是变化幅度越来越快的 而且这个都市化的程度是越来越高的 到现在民国107年已经达到了全台湾80%都是都市化的这个程度 好,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去比较一下台湾在 呃,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们的都市化程度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 好,假设我们跟伊索比亚来比的话 伊索比亚它的都市化程度是20% 孟加拉是37%,泰国是50%,印尼是55%,中国是59%,台湾是80%,美国是82%,英国是83%,日本是92% 第二,有一个国家是100%的都市化 这是哪一个国家呢? 它就在亚洲 而且呢,是一个英语国家 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是100%的都市化国家 接着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都会区 当你要认识都会区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跟都会区相对的 就是郊区 好,那我们来认识两个名词哦 专有名词 第一个叫郊区化 第二个叫都会区 我们先认识什么叫郊区化 它的定义指的是都市居民由市中心开始搬家 搬到哪里去呢? 搬到郊区去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都市的人开始慢慢的搬离都市 搬到郊区去 那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你本来都住在都市 你为什么要搬离开都市呢? 好 造成了郊区化的原因是因为都市人口快速的成长 而都市当中浮现了很多都市的问题 加上内部交通系统的改善 例如捷运啊 使得人很快的就可以往周边移动 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有关于都市问题哦 为什么会有都市问题呢?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有都市快速的发展 那大量人口的涌入其实整个都市都负载超量了 就是他根本没有把承担那么多的人口进来 那当然这么多的人口进来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哦 住地价也是个问题啊 房价也是个问题啊 还有交通啊 还有生活品质啊 再来就是许多的旧屋闲置或者是旧屋已经毁坏等等的 这些都是你就会看到假设说一个都市哦 他已经有一整批的房子都已经四五十年 你就会发生到这个这个都市的市容哦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老旧的 但是也许他的房价还是很高哦 可是他整个房房子看起来都是非常老旧的一个城市 好 那么怎么办呢 面对这个都市的问题已经发生了 不管这个发生是地价 还有房价 甚至是房租都高涨 还有交通拥挤 生活品质恶劣等等的情况 那该怎么办呢 那么其实大家也都是会有一些想办法要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对策 对不对 好 第一个呢 就可以试着建立便捷的交通网络系统 比如说大众捷运交通运输 能够使市区过于拥挤的人口逐渐的去向郊区移动 这样讲好了 假设说今天的捷运非常的方便 它能够让你从以这个如果说台北市哦 就是整个北部地区的核心的话 那假设今天的捷运 它可以让你从这个新北的郊区能够在一天或者是几两个小时之内就来到台北市的市中心 那你就会愿意说好 那我就搬到这个新北市去而且是新北市的外郊区 然后郊区去 然后每天是以通勤的方式来到台北市中心上下班 你也许就愿意假设你在台北市中心上下班的话 你就愿意住到比较远的这个新北的郊区去了 所以呢这个便利的交通网络呢 确实是会让人口愿意往郊区去移动的 再来就是一个一直以来存在着一个很很重要的议题叫做都市更新 这老旧的市中心 它其实应当要采取都市更新的方式来改善生活品质 甚至是应该应该要去美化市容 否则你会觉得这整个都市看起来的屋子的年龄都已经50岁了 可是呢它却很老旧但是又很贵 那事实上这样子的话会让整个城市都失去活力的感觉 那这么做的话就是都市更新可以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 而且能够促进土地再开发再利用等等的目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是往返城乡 假设你今天要从乡村到都市 或者你要从都市到乡村 那么你一定要有交通网络系统才可以对不对 或者是说你今天要跟你在城市里面 你如果住在乡村 你要跟你城市里面的亲友联系 或者你在城市里面要跟你乡村的亲友联系 你都要有运通讯系统对不对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认识 如果你要往返城乡 我们应当要有哪一些交通 是你必须要知道的 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交通类型 交通的类型基本上分为两种 一种是通讯一个叫做运输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交通部长的话 事实上你不只要管就是运输 你还要管通讯 所以这个也是重要的 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有关于交通的类型 这两类 第一个叫做通讯 所谓的通讯就是指讯息跟资料的传递 讯息跟资料的传递 那么这两这个部分呢 我想对大家来说都不是太困难 因为你们现在的讯息跟资料的传递 都非常非常的快而且便捷 那再来就是有关于运输的部分呢 指的就是两地之间旅客或者是货物 就是人或者是货的运送 那这个运送的方式呢 可以是陆路可以是水路可以是空运 也可以是管线运输 管线运输比方说都在运什么 你一定想说管线运输是要运什么 有啊 我们说两地之间运输 除了运人也会运货啊 那管线运输当然就问 运一些什么液体的 比如说或者气体的 比如说运送油 运送水 运送天然气 还有呢运送电线等等的 那当然哦 你知道有这些运输的方式 假设今天我们是旅客 我们要从某A地到B地 我们就要去考量说 那什么样的 呃 如果你今天时间很赶 你就要想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让你最快速从A到达B点 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节省金钱的话 你就要想说 那我是要怎么样最便宜可以从A到达B点 对不对 好 所以认识这个所谓的运输 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哦 他也关设到你的时间跟金钱怎么来管理哦 那现在我们进一步的来看一下台湾的通讯哦 通讯的类别基本上有有几类 第一个是早期的邮政 好 当然我们也现在现代的邮政也是有的 现在的邮政当然服务品质跟服务项目也会更加的增强啊 那再来就是电话电信 电话就是我们像我们家用电话 那电信就是我们这个电信手机啊 这个无线电信都算是电信电话 电信类都是通讯类的 还有现在比较实行跟科技化的就是卫星通讯 通讯卫星 还有就是现在每个人手上都在使用 尤其是现在线上的教学费用不可的网记网路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大众传播 所以呢 所谓的通讯包括有邮政 电话电信 卫星通讯 网记网路以及大众传播等等的类别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发展历程哦 早期台湾都是以邮政系统为主的 所以如果你要跟人家传递讯息的话 都是写信啊 邮记啊 为主的 或者是你要寄商品 或者是什么给别人也是用包裹也是在邮局寄送 那当然随着这个讯息科技的更新呢 事实上传递讯息 呃更快更加便利 那这个邮政系统也在改变跟强化他的服务品质 服务性质 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呃强化 当然就可以拉近两地之间的距离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哦 这个呃有关于电信 以及网际网路 网际网路日渐普及 他能够大量的影响了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事实上当这个电信兴起哦 以前我们当然打电话跟报平安对不对 那这个电信跟网际网路兴起之后呢 大量的讯息就能够跨越时空的阻隔 来进行快速的传递 那这样的一个方便性就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以及互动的模式 过去我们可能很想念一个人 那我们如果写一封信那可能也要一两天才能寄答 如果平时快一点的话一两天对不对 那慢一点呢可能三五天 那如果你寄到国外一封信可能搞不好要七天以上哦 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把某一个讯息传给别人 你甚至用Facebook用Instagram或用Line都非常快速的能够把你要表达的意义 直接传递给别人 好 再来我们就来看的就是有关于卫星通讯 通讯卫星传输发达 民众可以透过电视 电脑以及手机 同步的观看世界不同地区当中进行的各项节目 比如说你在台湾 但是你可以看到NBA的live球赛 球赛那你不就觉得哇太棒了 很过瘾对不对 那再来我们来认识的就是台湾的运输哦 台湾的运输有一些主要的类型 比如说有陆运跟空运跟水运 这是主要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主要的类型 首先看到的是陆运的部分哦 陆运的部分包含三种类型 第一个是公路 第二个是铁路 第三个是捷运哦 那公路是台湾所有的路线分布最广的 而且他覆盖各种各式各样的地形 如果有山怎么样 他就越翻山 如果有海怎么样 他就搭桥过海 就是真的是公路是最方便的 那也是密集度最高的 那他能够覆盖最多类型的样式 那当然了你会说 那我把这个公路都一直盖在山里面好不好 那当然很累人啊 所以其实台湾的公路 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平原地区 是比较密集的 当然了在山里面也有公路可以联系 好那么如果读到公路 我们的交通运输读到公路 最重要的就是同学慢慢去认识 什么叫国道 什么叫省道 什么叫县道 什么叫乡镇道 那这大概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其实就是国籍省籍县籍跟乡镇市籍的 这种道路的区分 好那当然就是最重要 就是这些包括像国道啊 省道这些标志 你一定要会认哦 还有就是我们国道的编号是怎么编的呢 国道的编号有分单数编法 有有分这个双数的编法 那怎么编你必须要会 还有呢你学会了这个公路系统之后 你就要知道说 如果你要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你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路线的规划 对你来说才是最方便的 或者是最经济的 或者是最节省时间的 OK在路运的方面 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铁路 铁路就是其实整个台湾已经完成了环岛铁路网 包括的我们台湾的整个环岛铁路 就是说你要搭铁路绕行台湾一周是绝对可行的 所以你可以环岛铁路旅行绝对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 我们的环岛铁路总共分成了几个主要的干线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西部干线 再来往南走有南回铁路 再来往东东部走有东部干线 那再来呢往北部的地方就是有北回铁路 所以有这四个主要的干线 西部干线南回干线东部干线以及北回铁路 好那再来就是高速铁路 我们的就是我们讲高铁 这也是铁路系统 我们我们的新增的这个高铁环岛铁路 还有这个高铁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对不对你知道这两个票价差非常的多 好那高铁当然速度非常快 这个价格也比较贵 但是我们的高铁并没有环岛 我们的高铁只有从什么 只有在西部这个地方才有 也就是从南港到新左营 好那么南港到新左营这个段落 如果说你赶时间的话 你可以就是采取打高铁的方式来 进行你的生活需求的这个搭乘 那当然这主要就是西部为主啊 所以就是高铁的速度非常的快 它可以让西部成为一日生活圈 好高铁完成之后呢 大幅的缩短了南北旅运的时间 所以让整个西部变成了一日生活圈 这个西部当然不是只有 只有指这个中部的 而是台湾东西分成东西两部来看的时候 它其实是整个由南到北的西部 都算是一日生活圈 因为其实从南港到新左营 两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就到了 再来在陆运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就是每一个城市都希望拥有的 叫做捷运哦 捷运呢 它其实叫做大量运输 它是为了要解决都市内部庞大的通勤交通需求 也就是说什么地方才会有捷运呢 就是都市人口成长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 那有非常多的人要上班上学 都一定要依赖这个通勤 都依赖通勤才能够解决 那但是这么多的人 他到底要怎么办呢 如果只是公车的话 一辆一辆的载也会造成什么 塞车 所以怎么办呢 那就要大概这个捷运系统来疏解交通通勤上的需求 所以呢 这个大众捷运是一定是在大都会地区才会来 呃 那捷运有自己的专用轨道 而且他会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采取高架的方式 比方说他另外一种就是地下的方式 比方说台北捷运哦 好台北捷运呢 他最早完工的就是采取高架地段的这个木栅道内湖的这一个路段 那当然他也有地下化的 但主要是地下化 所以这两种方式都是捷运的轨道的铺设的方式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可以避免陆地上的交通拥塞 台湾目前已经营运的捷运系统 有台北捷运系统 高雄捷运系统 桃园国际机场捷运 还有台中捷运 那台中捷运这正是刚刚开始启用不久 那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就来搭乘一下 给自己打个卡 接着我们已经看完了陆路 陆路包含有公路铁路跟捷运 那现在我们来看空运的部分 空运主要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介绍 第一个就是国内航线 第二个就是国际航线了 好国内航线呢 是以联络东部以及离岛地区为主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要到从西部要到东部的话 像到台东到花莲 那么就要搭国内航线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说你要在 你要去这个离岛地区的话 那也像到澎湖啊 那金门啊你都可以这个 搭搭成这个空运国内航线 再来就是国际航线呢 国际航线呢 主要是依赖着桃园国际机场 高雄国际航空站 以及台北国际航空站 三座国际机场来运载 好那么所以说 如果你要去这个国际 你要搭飞机出国 你就要想清楚 你到底是要从哪个地方飞出去 那如果你要回国 你要想清楚 你要从哪个地方降落在 台湾的哪一个机场 好我们来看一下水运的部分 一般我们都讲这个水运 都讲海运海运 但是其实这个水运 并不是只有海运 但是还有河运 所以海跟河 都是水运的这个模式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来看海运的类型 主要是以水运运输的方式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海运呢 当然是因为我们跟国际要进行贸易 所以就会有大船 然后要再货 那所以因为国际贸易的发达 所以海运的需求就会日益的增加 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 因为国际贸易是在太发达了 所以其实海运的这个股票一直在涨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投资股票 买海运股 绝对是没有错的 还有那那那么我们的台湾 海运到底有哪一些是主要的港口呢 好台湾主要有四个港口 四座国际商港 好从北到南甚至到东 分别有基隆港台中港高雄港以及花莲港 好这个是我们海运的部分 再来就是有关于河运 台湾的河川其实是很难捉摸的 台湾河川其实很难捉摸 而且不但湍急 一下子就水就从高的地方到最低的地方 一下子啪啪啪水就流下 而且这个流量变化大 你在早上10点的时候可能流量不大 到12点流 可是到下午1点到3点 突然下起大雨就涨的 这个河川整个就涨 河水就涨高 所以其实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主要的运输方式之外呢 还有一些必须要来补充说明的就是说 那么这些不同的运输方式之间呢 它其实是相互竞争的 但是也是相互互补的 我们讲简单的来说 如果你今天要从台北车站要搭车到高雄去 那你要到高雄你可以选择搭什么 搭铁路对不对 就环岛铁路是不是是最简单的 就是你可以搭西部干线的环保铁路 这样子在传统上来说 大家第一个想法是这样 可是如果你时间很赶的话 你也许就会采取搭高铁 高速铁路 来从台北车站到新左营 然后再去做你的在地的转转程 那可是这两个的票价就差非常的多了 可是它确实能够提供你两种不同的思考 你是要比较便宜还是要比较节省时间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不同的运输方式 它有不同的特性 例如说路运的路线容易受到地形的限制 是不是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讲 不管是公路或者是铁路 你要铺一条公路或者铺一条铁路 你都会受到地形的限制 像公路如果你遇到中间有溪流 怎么办 你就要到 你就要铺造桥了 你就要造桥 然后跨越溪流 铁路也是一样 铁路线如果是遇到了溪流的话 你也一样要铺设这个 这个桥 就是类似铁桥这样的方式 让铁路的这个路线可以延伸出去 延伸过去 那你说我们讲到说这个路 这个海运跟空运 它当然就比较不会受到地形的限制 可是你也要知道 这个空运跟海运 它会受天气气候的影响很大 假设今天气候不好 那就很难出海 那如果今天台风来的话 空运也必须要关闭 所以呢 依据地理环境跟运输的目的呢 其实每个人都应当在你要需求跟目的地之下 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运输方式 那现在我们就分别的来讲一讲各种类型的这个运输 它的整个优点跟缺点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公路 公路的优点就是路线选择性非常多 因为它的路线覆盖性高 而且适地形 适应地形的能力比较比较好 然后机动性也比较高 也就是说如果是公路的话 你很多的车样类型啊 比方说摩托车啦 还有汽车啦 或者是各项的车 可能都可以在这个公路来来来运输 那这个缺点就是比起公路的运输 如果比起铁路比起海运比起空运 那它的这个债运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那可是它的长途费用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搭乘公路在近的距离 可能你不觉得很贵 但是一旦你公路要长途的费用拉得很长 浮原很广的时候 公路就会相对价格就会提高了 这个在浮原很广的国家 其实公路费用会越来越高 这个是可以被理解的 那你就要考量咯 这个运载量小长途短途 你要怎么来规划你的路线 因为公路如果是长途的话 它的费用就会变得更高 这个是它的缺点 再来我们看铁路的部分 铁路呢载运量非常的大 你看一列火车进来 它就可能有九个车厢 或者是十二个车厢对不对 如果是家载的话 那么它就非常利于长途的运输 而且呢 我们的铁路有自己的专用轨道 不用跟别人抢道路 对不对 所以也不用管红绿灯 因此呢 你就会发现 如果是在浮原广大的国家 那它其实是最有利于长途运输的 所以如果要长途运输 公路反而不是最好的 那铁路呢 它的优点就是它有利于长途的运输 而且它的运载量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没有任何的交通阻碍 所以铁路有自己的专用轨道 别人都不能跟它争到 那我们也来看看铁路有什么缺点呢 铁路就是它的路线非常的固定 机动性比较低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它的网络覆盖性比较低 所以它还适应地形的能力比较差 也就是说在铺铁路的时候 然后你为了要适应地形 就是有些地形实在太艰难了 你必须就不会把铁路铺设到那些地形 真的太过艰难的地方去 好 所以比较你可以说比较偏乡 或者是地形比较齐驱的地方 基本上就不会铺设铁路 然后这个载货在这个地方就会比较 就是它的缺点 它不能到达那些地形比较艰难的地区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捷运 捷运它的优点就是班次非常的密集 而且它能够有效快速的疏解都市内部的交通拥塞 好 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只有在捷运只会集中在都市地区 而且呢是以载运大众为主 也就是捷运是载人的 好 那它不能够帮你载运货 而且它是集中在都市地区 OK 当然了 本来捷运就是因为人口大爆炸 所以人口达到一定的密集度就可以来兴建捷运 再来我们来看空运 空运是运输速度最快的 而且它很厉害 它可以跨越所有的地形 甚至跨越国界 好 真的很厉害 这个是空运最棒的地方 优点就是速度非常的快 那它的 当然它的价格很高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载运量很小 每一辆飞机飞出去呢都有一定的这个 呃就是里面只能有每一个班 每一个班机都只有固定的座位 然后再来就是运费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呢噪音非常非常的大 好 它也就是说它会形成环境的噪音污染 再来我们看海运哦 海运量 海运是所有的这个运输类型当中 载运量最大的 然后呢 我们刚讲到如果你是公路的话 到了长途 你的这个费用就越来越高 那但是海运刚好是越是长途 它的运费却越低 如果说你真的是距离很远 你一定要选择用海运的方式来运送你的货物 可是哦就是海运还是有一些缺点哦 因为它真的是慢慢运慢慢运 以前早期这个运输类型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 我们如果要寄一个包裹到美国 恐怕都要一个月 所以你这一个月里面 你绝对不能够去寄那些一个月就会过期的东西啊 好 所以呢 它的缺点就是运输的速度是最慢的 而且它不宜去寄那些生鲜活物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都把这个公路铁路捷运空运跟海运分别的优点跟缺点都谈完了 那么希望同学呢 也能够知道啊 将来如果你自己要选择 不管是你人要去旅行或者是你的货物要寄送 那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对你来说才是最方便 而且又最省钱的 综合探索我们来看一看了乡村跟都市的比较 在乡村呢 大部分都是第一级产业 那么它的人口比较少 人口密度也比较低 主要的机能是生产粮食 例如刀米啊 甘薯啊 这些农作物 还有呢 它是会生产制造业的原料 再来就是它如果说像现在城市跟都市 这个人口如果要做一个移动的话 那么其实都市人其实是很愿意到这个乡村来做这个休闲观光的 所以呢乡村它可以提供作为休闲观光的场所 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都市 都市它的居民的主要职业都是从事二三级产业 那这里的人口是比较多的 人口密度也比较高 那么最主要大家会想要住在都市 我想有几个原因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原因了 影响的因素 就是医疗系统 再来金融服务系统 以及工商业的就业机会比较高 这些都是指标性的 因此呢 我们来看哦 我们要去理解一个 一个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地方 一个聚落 它是不是好生活 那有三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医疗 第二个是金融 第三个就是就业机会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交通类型的比较 我们从这个通讯跟这个 运输两个方面来说 好 在所谓的通讯指的就是讯息 以及资料的传递 那么类型包括有邮政 还有电话电信 以及卫星通讯 还有网际网路 以及大众传播 那运输的部分呢 就是两地之间旅客 或者是货物的运送 OK 就是说两地之间你要载人 或者是载货物 好 那么类型有哪一些呢 例如我们刚刚讲过的有陆运 好 那陆运有三大类对不对 好 再来有水运 还有空运 还有管线运输 我们刚没有特别去管线 讲管线运输 但是管线运输就是什么呢 例如说水管 水管当然就运水啊 还有电线啊 还有那个运天然气啊 这些也都算是运输 都算是管线运输 最后我们要来讲的是这个聚落的专有名词 专业术语 我们认识一下 第一个是都市化 都市化就是人口由乡村向都市集中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只要看到什么什么化 什么什么化 那都是一个ing的过程 那再来我们来看的是都市化的程度 只要涉及到程度一定有某一个数值的就是百分比 那我们要去说说明或者是去理解一个都市 他一个地区或者是一个聚落 他的都市化程度呢 要怎么来计算 一定有一个简单的百分比计算方法 好 指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 他的都市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比如说台北市有266万人 而台湾有2300万人 那你就把266万除以2300万 然后再进行百分比 你就可以知道 那么台湾台北市的都市化程度到什么程度 再来是有关于郊区化 郊区化我们刚讲到 这什么什么化都是ing进行中 那郊区化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都市浮现了许多的问题 使得老百姓住在这里不开心啊 就是住的不舒服 因此呢 人或者是说住不下去 使得居民就开始由市中心 往郊区来搬迁的过程 好 所以这个什么什么化 什么什么化 都是一个什么什么的过程 什么什么的过程 再来就是都会区 都市范围不断的扩张 那这样扩张的过程当中 会使得跟都市相邻的 不管是大小的城镇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city 连结成一个区域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都会区 比如说台北市是最发达的经济医疗 或者是就业机会都非常的多 那它是最核心的都会 那在它往外外扩出去的 跟它连结在一起的这整个的区域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都会区 所以我们就会讲说 基隆台北新北形成了一个都会区 知识放大镜 我们要来看的是乡村聚落的类型 好 首先呢 有关于乡村聚落 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叫集村 第二种叫做散村 那么我们分别从景观 成因跟实例来说明 我们来讲一下集村 集村它的景观你会发现到 它的住宅度是比较密集的 那么呢 聚落也是比较集中的 那你会发现到说 为什么大家喜欢集村住在这个地方 一定有某一些特殊的原因 主要都是由于地形 还有谋生容不容易 所以呢 这些集村呢 一般来说都会在地形比较平坦的地方 而且呢 会有一群人在这里哦 集体的开墾 那这里的治安相对来说 当然也会比较不好 你会说啊 治安为什么比较不好 因为人多呢 市就闸 那人多市闸就容易产生纠纷 或者是容易产生一些冲突 好 那治安当然就会比较不好 那实际的例子哦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哦 早期的台湾南部哦 开墾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呃呃 就是开墾集团啊 大家一起集村 然后住在越来越多形成保护的力量 当然也会因为集村而造成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治安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散村的部分 住在散村 当然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什么人比较少 好 你从什么叫散村呢 我们从这景观来看哦 他的住宅跟他的聚落分散在乡间田野 就是你常常会看到就是一整片的稻田里面 然后这里有一户 那里有一户 这个就叫做散村 为什么会有这个散村呢 好 主要原因是因为土地破碎 然后岁源普及以及治安良好 呃 应该这样讲哦 什么叫土地破碎 就是说也许这个人哦 他的土地哦 并不是刚好跟集村的人家连结在一起 他独自就散离散在其他的地方 然后又加上我们现在水资源呢 或者是电力系统都能够很快的拉到各个地方去 所以他们即使住在呃田里面的小村自己田里面的小村落 他们也在生活上没有一些生活上也是能够水电从从供应无余 因此他们也愿意就继续住在这些呃散村的聚落当中 那当然了这里哦 如果说是我们讲没有外力侵入或者是没有盗贼作怪 呃散村的话人多事少自然自然就会相对是比较好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呃乡村跟都市的比较 从景观来看呃乡村它是呃房屋成一点一点状或者是一块一块状 而这个房屋多半都是低矮的建筑 那都市的话它是交通网络非常的密集 所以你进到都市你马上就会看到有非常多的路 还有呢高高的房子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呃普遍的一个现象 普遍的一个建筑现象呃 就是交通网络密集建筑物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然后呢高楼大厦普遍林立 那乡村的生活呢 第一个它的品质欠佳生活空间是比较大的 所以环境品质可能比较质朴自然呢 就是相对资源的呃品质是比较差 可是自然环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 那你的生活空间也会比较大 不像都市里头每一个房子都盖得像一个火柴盒一样 一个方块一个方块的 那再来就是在乡村当中就业机会 医疗服务还有收入所得都是比较差的 因为它的就业比较低 那你你的从事的是一级的产业 就是农业为主体的一级产业 你的收入当然就会比较少 都市当中呢环境污染非常的厉害 环境污染各种污染 不管是垃圾污染啊 噪音污染等等 还有空气污染 那生活的空间变得非常非常的拥挤 有些甚至是大家几乎都住在小小的方块盒里面 像火柴盒这样的方块型的小家宅里头 那就业机会会比较多 那收入所得也会提高 所获得的医疗品质跟服务 各项服务当然也都会是比较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交通革新的部分 我们必须诚实的说 台湾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良好的交通系统网络的 交通的革新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当然也随着人口的增加 交通的工具跟交通的效率 也是持续在改善的 那使得这个资讯传递能够跨越空间跟时间的阻隔 往来各区域的运输时间也能够大幅的缩短 使得区域之间两个区域之间彼此的互动 可以更加的密切 我们现在来讲 简单的说 如果你要从台北到高雄 那么搭高铁大概就是90分钟 那如果你搭高速公路 你要300分钟 300分钟是几小时 大家想看五个小时 那你不要怀疑到现在都还是有人 利用公路的方式搭五个小时 从台北到高雄 因为它真的是比较节省金钱 如果你从这个台北到高雄 搭高铁 你要2000多块 如果你搭这个公路 应当是不用到 应该是不用到1000块 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搭铁路 举光号 那大概是要400分钟 换句话说 举光号的时间比高速公路还要更久 那大概要多久 大概要六个小时半 六个半小时的时间 所以 但是它当然票价也会相对比较便宜 可是如果你搭铁路的自强号 从台北到高雄 那票价也是要1000多块的 所以随着这个 科技的进步 当然交通工具的效率也是持续在改善 但是这个所付出的这个资金的成本 就是交通费的成本也是有所不同的 好 所以大家也要想想看 虽然有更多的思考的方式 可是你如何有效的在时间跟金简之间做衡量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来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专有名字 叫做时空收敛 交通工具的创新 使得两地之间的旅运时间缩短了 时间距离更为接近 这种现象称之为时空收敛 现在我们的知识放大进要来探几个有趣的问题 也就是教同学 现在如果你在公路上面 不能只是开心的坐在车子里头 你也得学着来认识这些高速公路的编号 来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呢 是为了要缩短国内主要的都市之间旅程的时间 降低运输成本而兴建的相对来说 最短跟最直的道路 它具有车速快交通运量大 以及运输的经济效益较高的特点 那么你当然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高速公路在上面 你有一定的时速 你不能低于90的这个速度 当然你也不可以高过 你高过的话就是变成是要超速 是要开发单的 可是你在高速公路上速度过低 有你也是要被开发单的 那高速公路呢 有一定的编号 所以呢 我们要跟同学说 现在开始你就要去认一认了 我们的这一些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国 这是台湾的公路 我们称之为高速公路 对不对 那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公路 高速公路 事实上都是有编号的哟 那我们要认得这些编号 也要知道 每一条路 它是从哪里到哪里 好 比如说 台湾的高速公路编号 其实是以南北向道路 编列为单号 比如说你只要看到南北向的 就是直的 直的 那那么这个称之为什么呢 编号都是单号 比如说国道一号 好 国道一号 它就是直的咯 直的就比较是什么 你就可以想象说 它不可能是什么 云林连接到花莲 不可能 对不对 也不可能是台中连接到台东 也不可能 它一定是直的 那我们的国道一号是怎么连的呢 国道一号呢 它就是直的 从基隆连接到高雄 所以如果你想要 你是基隆人 你要去高雄玩 你真的想要选择公路 然后你要开车 那么你可以一路开国道一号 从头开到尾 好 那么再来就是有关于这个我们的国道也有横向的哟 好 如果是横向东西向的道路 那么编号都是双号的 所以比如说你有时候会听到说国道六号 国道六号 国道六号连接的是哪里到哪里 就是台中到南投这个东西向的道路 因此这样是不是很容易记呢 单号都比较长 它是贯穿的 因为台湾的地形本来就是南北比较狭长 对不对 南北比较长 东西比较狭 所以这个如果是编号135的一定是比较长的高速公路 好 再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另外其他的一些道路也很重要的 我们来看的是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 这是什么呢 台九县哦 苏花公路是日治时期就已经开辟的了 所以苏花公路其实在日治时期就已经有了 那路线呢 多沿着中央山脉的东侧来建造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央中央山脉 因为这个山哦 其实有沿着山形来建 其实也相当不容易 所以其实苏花公路本来在日治时期开辟的时候 就不但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那他沿着中央山脉的东侧来建造哦 因为道路紧临着山壁 加上这个地质是非常的脆弱的 所以呢 一直都面临着只要下雨天或者不下雨天都可能有山壁崩塌 以及落实平凡的这个困境 为了要提升苏花公路的行车安全呢 交通部就提出了苏花公路的这个山区路段改善计划 简称为苏花改 OK 那主要就是要针对那些 你在行经的时候视线会不好 看起来视线不好 或者是最经常容易崩塌的路段来进行 来进行这个改善的作业 目的是要能够提升苏花公路的安全性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还有可靠度 让东部的居民能够有一条安全的回家的道路 好 学了这个单元呢 就是台湾的聚落类型以及交通网络 真的有非常多种类型的题目可以考 而且这些题目会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有趣 让你的大脑开始运转了 就是各种类型的题目 几乎可以让你觉得说 哇原来呃 在这样的简单的知识系统当中 竟然可以反映出这么多元的题目来 甚至是让你的思考全部打开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知识 就是你你从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教育部长 或者是呃 你不是教育 你是交通部长 你会对于这个呃 交通网络很在乎 或者是你是一个交通迷 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容 你会非常有兴趣 而且你也会去设想出很多很多有趣 很多很多多元的题目来 那当然了 我们讲到这个台湾的聚落类型 假设你今天是都发局的局长 你也会对这个问题 会对这个单元 你会非常感兴趣的 尤其是这当中 讲到了都市的问题 都市一旦过于老旧 整个都市的这个建筑物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那人们就算这个都市被称之为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 可是市容还是不太好看的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要想办法来给他都市更新 我们来Quiz看一个题目 再来这个题目 台北市的万华区有一个剥皮疗 在清朝的时候呢 它曾经就是商业交易热络的街道 拥有很多精致的洋房 洋楼 然而随着市中心区位的转移 就现在已经转到这个信义区了 那就出现了房屋老旧 闲置倒塌回顺等等的情况 最后呢 就由了市政府开始正式的接管这个历史街区 重新给他进行整建以及维护 那现在如果你现在到这个剥皮疗这个区域去 你就会看到他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整治 你可以在这里散步等等的 那现在已经重新开放了 作为文化局进行地方文化 或者是教育展览的用地 同时呢 他也会被作为电影电视影集拍摄的地方 请问一下 政府所做的接管之后进行的这个整建跟维护 这代表着一种什么现象呢 答案就是都市更新 的话 我们下来说 我们下来看看 可乐的温暖和需要吗 就行 死 你 红